- 模特兒就是 console... - 模特兒就是巨大模式女的小型的女女房 - 大模式女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的雖然主持人 - 模特兒就是對著 расск科學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就是在牠裡面ける - 模特兒的視野外公圖片 - 模特兒的地步出 - 模特兒的提示專家長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 - 模特兒的複雜 - 模特兒的地步出 - 模特兒的兩者的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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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特兒的證明 - 模特兒的字幕大小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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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 那第一集是7月12還是13 13號出了 7月13號出了 到現在 已經8月了 才在拍這個企劃 拍了也不會馬上就出啊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拍了是不會馬上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時隔一個月的企劃 對買說是10個一個月的企劃 那你們看為什麼我已經黃金3 38分 不是應該黃金4然後8分嗎 那沒有啊 因為不好意思跟大家說的抱歉 這個企劃有一點小小的跟動 因為前面黃金真的是沒有什麼精彩的部分可言 所以我就跳過了一些 先跟朋友用這個這樣打 所以就會導致有些分數的提升 一樣這個企劃裡面使用的是single size 我直接被這個 供電遊俠碾爆耶 不要裝我啦 手感沒啦 手感沒啦 然後到這邊再開企劃 我太早甩了 我平常習慣了供電遊俠 甩 要到哪裡甩 看我們有沒有機會追過這一 小黃鴨啊 它開的是小黃鴨 因為今天8月1號 登錄就可以離5天的小黃鴨 OK 超過了 連續爛氣 又太早甩了 沒有啦 沒關係我們有第一名就好了 1分45秒 好慢喔 那我們為了加快 企劃的進行 我們就是會直接跳game 那我們有玩到了剛剛那一場 是吉利兵鎮 我們也順便來記錄一下 我們可能會玩到的圖 我們玩到的圖啊 因為基本上 黃金場的話 他們的觀念是非常的差的 他們 甚至連CWW都不會 不用說進階坦射 雙殺 斷彈 這種東西他們都不會 他們有的時候還會很多使用廁所噴 所以就是觀念 在這個 這樣的觀念 你用新手賽車把它們黏包不是問題 直到脖巾開始我覺得 氣化會變得非常的難進行 如果人用板車跑到鑽石 我覺得我這個氣化就已經是非常厲害 但是我在陸服 試過在柏金場用板車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讓陸服 用火神噢 鑽石四噢 就被黏爆了 陸服的爬牌是 比台服還要難很多 既然陸服 在那個 柏金的段位 可以使用新手板車的話 那我現在是台服 現在時間有點晚了 我可能沒有那麼進入狀態 就像我開了這個車 手感很習慣 那習慣 速度減少那麼多 是不是不太容易 為什麼要那麼抗拒拍攝這一個氣化 主因也是因為 畢竟 要換帳啊 然後而且開 開的是新手賽車 那麼爛的車 然後又要打這個 浪費時間的黃金牌尾 我覺得我現在自己在找 自己給自己找出手 如果這樣用板車都可以跑得很溜的話 那用光電油小不是更溜啊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實力的代理 如果用四軸板車的話 能夠完成 完成好成績的話 那真的 代表我們技術會更上一層 會不會延續不到啊 它的噴硬看不出來有沒有 但是延續到 然後玩到月光之城 吉利冰箭跟月光之城 那 一般來講都會被歸納成新手組吧 看我多久沒燈 這麼多東西可以 呀 沒有 我們現在打Bow了 晉級賽 不是打Bow了 打Bow Bonus 晉級賽 現在還不能ban圖啊 反正不會給我出龍騰燈塔 不要給我出 11層有可能會出 沒關係 這個段位出11層沒關係 到那個段位出11層我會輸很長 一樣我們是著裝度最低的 不意外 在場內我們沒看到一台 很好的車 譬如說 天啟啊 或是什麼 粉青 然後 紫光 月火笑天照 比較好的車 等一下 又沒有啊 等一下我調皮一下 看那個上次他們 一到去的時候 走一條路 先因為我愛上 走一條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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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啊 飛啊 好帥啊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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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我的朋友好像對這個賽事這一次的賽事也是不太的環境 上一次也沒有什麼討論度啊 我上一次是不會討論的 這一次的比賽就沒上什麼精彩 因為這是小草改變打的 比賽的討論度就更低了 沒有小噴 過紀錄 突破了0.4秒 不管它有沒有到啦 我都是一個勾啦 因為現在是打進擊戰 這個企劃一定是非常久的 一定超過一下 差這才黃金3 我們用的是新手版車 還好我有已經從黃金4打到黃金3了 那這些圖 我們那個 青銅出來的圖到現在都還聞得到 光電遊蝦 暗夜博取 這個盾會開暗夜博取 還是個備物啊 除非它是打小哈 月火笑天 剛剛才上一曲講那麼車 我的車比你們帥啦 卡氣 卡氣要卡那麼大的角度才卡得到 連進到都不敢走 有請問那一位兄弟不是我嗎 摩摩車 他騎哪一台 神是野獸 對沒錯是神是野獸 我看我能不能走右邊 我就會掉下去了 成功了成功了 免費 新手在車都可以走右邊 每一台 每一台摩托車比我快很多 那個也是B車等級好不好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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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右邊 因為我們沒少一顆氣 所以我們剛好氣到這邊沒啦 接這個加速帶來 這個騎摩托車的 算完了還可以啊 大概有 鑽石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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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帳是真的蠻少的 這個錢已經是兩個勾勾了 感覺這要打好久 一場 一場 然後還有 晉級 12分 38 打8場 12 20 打23場 還要23場 一場要3分鐘 所以我們還要打69分鐘 打到3點 今天才看那個跑男 在那趕 講那個熬夜 熬夜特輯 追的一定追的 新的 新一季的 就是沒有 陳鶴、鄧超 王祖蘭 跟那個 陸寒的那一季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裡面又說 不要熬夜 就是他們在奉勸 不要熬夜 我們明明可以好好地睡覺 為什麼 好好夜 因為我不想睡啊 還不想睡啊 睡不著啊 現在 越越越越美麗 演這一季 我卡氣都演不到 夜深人 把夜深人清 這樣 這個奧兒的今天 沒延續算 先來 脫久一點 應該是OK白殼已經移過來了 看我的影片你都懂為什麼我說了一言一言 什麼意思 關於那個什麼偶像 為什麼我一直罵髒話 其實都是你們這些都我之前都有解釋過 你們沒有認真看我的影片 你們就不懂我說了一言一言 所以你們要倒回去認真看喔 晉級賽影片你們當然看不到 因為晉級賽影片我都會拖人家在上傳 那個音樂節我就講很多 音樂節的影片你們要多看 因為我們目前還看不到晉級賽的新影片 你們可能要等9、10月才可以拿 新的晉級賽影片要到9、10月才會出 比如我最近拍的 之後也不會有晉級賽影片 就是這個賽季已經沒有晉級賽影片 都拍完了 已經車神了 這個是車神的實力嗎 我被機了 被我自己機了 延續 延續上了耶 新手賽車也可以延續 我看到一堆人在叫那個小草說拍板車上那個車神 我也在拍喔 就是我上不到車神 不要撞啦 我是新手賽車的 夠爛的還撞 我身為一個剃刀 第三強的 最強是那個暴君 第二強是那個獵影 喂 撞住了啦 撞住 那個柱子很陰人耶 我以為那個柱子過得去 不是 我以為撞那個柱子 它就已經沒有算 已經衝險 幹嘛送我111個點選 這個1有什麼意思嗎 還是三條線 是這個意思嗎 一條線是沒有懷孕 那兩條線是懷孕 那三條線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現在已經是17分 17分了 那我們預計 6 7 10 它有18場 應該是18場嗎 它21場 要打 把它下面11場 繞一下 要打21場 怎麼那麼多 這個卡器 前面不用用段位打WC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你不管段位再多 都滿不了器 絕對加速在前 是滿不了器的 這兩個 剛才那兩場 那就在十多 我就不用刻意用CW了 車速實在夠慢 車速慢到團不起來 我覺得我算是車神,但我只有星藥實力 使用星藥實力,使用星藥賽車在黃金段位爬爬是絕對沒有問題 極限應該是到鑽石,那鑽石已經很極限了 那我們就試試看我們能不能爬到鑽石 鑽石我們就試試看能不能到星藥 覺得開心的賽車對那些人就是一種侮辱 如果還能到終點,光到終點就已經是一個侮辱了 好,我們統計一下我們玩過的圖 反洋場封車島,馬來加斯加斯比較簡,已經算青銅段位的圖了 十字殺,流光之城,廣安先進,極力暈正 這些圖是比較常出現的,撇開那些 那些青銅賽道不講 好,我們連來吧 長風正彩虹都是那個星藥賽道 我覺得青銅愛情還是星藥賽道 我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 他要雪地大冒險,我覺得他也是星藥賽道 但是我... 那他們...那薄金都還設置我能夠 等到會... 截到了 骨骼大巴 那Q8的化身 測身CWV延續 每天上 一台一台的來接連的操我 差一點重 OK 我們的代氣量已經回到了 CW 應該是新手賽錯 不敢用CWV 用WCWV比較穩 可以的 可以的 他們飛又會失誤 不卡了 不卡了 在音樂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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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了 通風 這張圖對我們是非常的劣勢 剛那張圖需要很多的卡氣 還有氮氣延續 跟飛越,飛越也需要速度 那星球賽車的速度很顯然是不夠的 不夠我們進行飛越 那這張圖其實也不太適合星球賽車 我們青春這張圖到 車繩都還玩得到 這張圖跟時之殺一樣 也是從很早就玩得到 然後玩到車繩 因為它有一些氮氣的熱點 這可以考驗 他們可能是覺得可以考驗 車繩的一些實力 一些比較有難度的 比較挑戰性的 所以就讓那些車繩來 還可以玩到不行 這些圖也有一些細節 我需要一個一個操 車隊我根本沒辦法 我自己來幫我自己回答 我自己來幫我自己回答 5、4、5、5、6、7、8 沿不上啊 爛車 飛不起來 小黃鴨你滾 我懂了 我懂了 懂了 延續不上 只要飛越會失敗 我懂了 青龍賽車 不知道要怎麼跑我們青春 就用原始的跑跑 不要飛 不要彈 但青龍賽車就 放著 不要管它 沒辦法就算了 OK 3分 它演不演得到 干我的事 就好 不是說不飛了嗎 還在飛啊 還飛啊 完全飛不起來,你還想飛 還給我開了淡氣 我忘記看我的對手都是一些什麼樣等級的人 他們有課嗎? 跟你講,黃金凍位你要提升你的成績 換車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最根本的觀念問題還沒解決 你們都亂噴 哇,這張圖對我們很劣勢耶 很劣勢這張 奇怪我現在是 我應該有加我自己好用吧 那為什麼我紀錄上面綁讓沒有 啊,應該我沒跑過 這個帳沒跑過 這張圖對 對 我過了那邊空 我倒為什麼被趴出來 我但是是 我來的 拖飄 拖得 你看這個拖飄就知道 他們的觀念問題有多嚴重 你們可以學學我的飄逸軌跡 這些 一些卡在黃金 國金上不去的 拖飄的部分 像我剛剛那樣子不要學 但是我正常的部分 像這樣 就多學這點 最卡不容易的方式 黃金國金的觀眾朋友 我真的很不解 為什麼我們 我的朋友 居然可以卡 五金一鑽石都上不去 如果卡 星耀也行 又可以 卡車神 跟我講 卡車神 算上 算上 玩的時間少還是 不管怎麼玩都 玩不可以 跟你講一個澳招啊 你 鑽石 鑽石一 要爬 行耀五 就拿個 國金五的號 一起打個人技術啊 問題就解決啦 因為你配到的對手 是 大概鑽石五 左右的 中間站位的對手 一起決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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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覺得我可以截圖耶 如果我信有賽車一起決勝 我覺得我可以截圖耶 哇 我蹭強了 2分30 然後領不到成就了 2分30沒有成就 沒關係 我們有的是玩的機會 我們的企劃很長遠 我看我們 我這場不跳game 我想看我們是不是真的一起決勝 果然 我要截個圖 截平啊 OK 截到了 等一下 我在 我剛剛應該沒截好 一騎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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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牛逼 一騎決勝 太屌了 新手賽車 一騎決勝 眾多的AB車 對啊我就跟你說 就少一個成就沒過 2分30秒裡面 我們多了0.73秒 可能就是最後那個蹭強 我在 跑 跑到後面完全 看不見了 好像我在刷計時 好了 我後面有一些拖飄的情況 沒有拖飄的話 我應該可以 就2分30秒 好像我在跑計時上 不顧文語 你以為你叫這個名字 人家就會以為是真的嗎 不會 看就到了 等一下我絕對不要飛 不要飛 OK 我覺得剛剛那種走加速袋 然後加速袋 然後再開一個袋 其實真的沒有 沒有比較保 因為我會先掉下去 現在都沒有飛了 少一顆氣 沒關係 哇 撞起來 這個車真的是很劣勢 所以我們回到正常的氮氣結束 我在之前的影片 不知道哪一部有說過 可能 滅不然而出啦 有說過 但那個 新手 控制好自己的氮氣結束 甚至 自己 歸納出自己的一系列 固定的氮氣結束 所以你那一張 座椅的跑法 自己有一個固定的跑法 這樣會比較穩一點 那如果少一顆氣 撞牆少一顆氣 那你就看哪一個彎 比較短 可以讓你不用開氮氣 借那個彎 來讓你回到原本的氮氣結束 就像你們有固定的氮氣結束 這樣可能對新手跑步會比較久 好 我再連續的地方 撞了兩次 同一個第三 撞了兩次 這個分數很尷尬 等一下會 會49分 等下33 沒有49 48分 那還好 4比較尷尬 那這張圖就是青銅的圖 斷位的圖 青銅就玩得到了 他沒有出雪莉大冒險 跟琴米愛琴海 沒出新圖 在毛草的影片 他說 這個盾會玩得到新圖 可是我玩到怎麼都是一些新 新手才能 那卡氣也是一門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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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夠了解 你現在使用得到這 到底要卡多少的氣 卡完嗎 要熟悉那個手感 好氣的手感 新手不要求極限 要求穩 我只是新手不贏 玩了久 我同學啊 就是玩得比 比我久 還是他們叫我 叫我玩這個遊戲的 結果他們現在還 還 我現在已經車身了 他們還在卡伯進 我覺得我曾有看到這個影片 就放了 不想要打 好久沒見他 真的不演 找一個大遊戲 哇 極限延續耶 剛剛 我用一個打WCW 延續到的重點 我們預計是玩到3點啦 大概3點的時間 這個時間配也不好配 對手 有大概會有 哇 果然雪地大冒險出來 討厭這張圖 有一兩個 是A車 然後有一些是B車 然後像大黃一樣也有可能錯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去開那種限時的B車 那既然是限時的B車 基本上就是無改 所以我們騎對抗也是不會太困難的 那這些等級也差不多是2-30級 不會有那些大佬等級的 這個41級也是比較大佬的 可是還是很肥 卡在這個段位 我是不是有嚴重的敵視的狀況 2-3 看 美滿 這差那麼一點點 一根手指頭的寬度都不同 所以我們用刷飄椅 我習慣用刷飄椅過這個 小豬部落的那個下坡啊 我也是用刷飄椅 尷尬美滿 幸福美滿 哇 沒開到氣 我附位的速度不然是夠快 可是我也是在跟你們在這張圖裡面討論 也是打進去想要討論什麼附位 關我附位的事情 這部影片應該是5月左右吧 好久以前 在這張圖 討論我附位 有關於附位 這我也沒什麼印象不太深 但是我突然就想到 好像我長不長 那是關於附位 我就覺得我自己附位的 反應其實算已經算不錯了 雖然不要開了 反正這邊是一個下坡 我們第一名也無望了 反正我們這張第一名也 還是要打一張圈 這兩名很開心 看剛那已經是要到彎道具了 但我現在還是卡在場 卡在接近牆壁的邊 就這樣 拍這種片真的不容易 但我沒有體會到小潮心 看來自己覺得 這怎麼樣子 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真的爬好久 這種爬分都是要一小時來計算 你很多時間的話你就慢慢 可是我們這種做企劃 就這樣 又快一點 真的玩得到星圖 真的玩得到星圖 那個草沒有騙完 因為我覺得我在這邊會跑不完 撤回之間 因為我覺得我飛不過 所以我直接乾脆你車身 車身直接往左 不要撞到那邊的牆壁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走右邊 這邊不是等一下有插入嗎 他們會走右邊 不知道第二圈的時候 懲罰嗎 不讓他們走 真的不走右邊 真的不走右邊 在低牌位 不是低 不是很低的段位 他們真的不走 不走那個 不走右邊 是不看小小影片嗎 不看我影片嗎 就是不看任何的影片才會在這個段位 就好像卡這個段位 卡這個段位的人是少隻又少的 卡那個什麼 卡車身的好像少 卡車身也很好 卡車身也很好 我會覺得有點累 這很剛才的 惡靈狀 只是皮力的一個象徵 停跑過去吧 我要一起結成喔 剛好就看到前面有一台 开车诶 真的要再度一起绝尘 204这样都可以一起绝尘 来接个图 新手载车再度一起绝尘 打勾了 打勾了 好慢的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破坏别人游戏体验 人家可能还没体验过这张赛道 这张星图 就这个把他们梦给粉碎 11层 我要再度一起绝尘了吗 如果我可以在这个2分27秒90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截张图给他看 新手赛车 他开什么 这个纪录应该是用金刚啦 或是光电我先刷出来 2分27 新手赛车来咯 挑战2分27秒90 这写什么TV的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恐怖 他开noble 露竹 今天有那个黄金noble可以 我跟你们讲了吗 你们看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8月1号不知道多久了 我又要来成都秀 就是成都秀 一支独秀 成都秀是那个历史特种的面素线 在看那个明 那个叫什么 中华民国的出席 你就会看得到成都秀这个 在学中华民国出席 这边手机有点卡下 导致我飘一轨机 变得比较慢 都会甩的头来 那看起来 他们 比较强一点 脸 这样给他迷走一点 较急 不要進階啦,這台車的手感沒有 然後拿捏好,怕進階會變成一堆就剝掉 我已經開了那麼多場,但是廠設是沒有,光力有些好多 慢慢的在那裡,敵人打開去,哇這個失誤 才會變成一個小的地方 ina,打開去,再打開去 在這裡,再打開去,再打開去 好,再打開去,再打開去 把剪中的地方,再打開去 就兩分三十秒以內 有 我們又可以領一個成就 又再多一起絕城了 我就還是再多一次 每一次一起絕城我就來 照個兩張 新手版車一直一起絕城 在我面前按太菜了 誰啊那麼大膽 行李法蘭西 右上角沒有寫時間 就代表我 還沒玩過 大家都還沒玩過應該會比較好打吧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很耗網路 我用的是自己的網路 打那麼多場 玩個一兩場網路耗損是不小 不大啦 但是玩這麼多場可能真的不小 我有按啊 反應有問題是不是 滿不了氣耶 我們不會就不要 就讓我領跑 一直你看我的小朋友被一個頂掉 把這個小黃又要抄 抄了就結束了 就可以衝出去 長得有點像瘋王耶 那個小黃黃 它是不是是瘋王的頂 瘋王的頂 那個 就跟大皮疙瘋 跟優格大拔 一樣的快樂 我有瘋王啊 因為我好幾天沒等 所以它就送給回國了一隻 瘋王七天 是有瘋王圓爵嗎 應該是沒有了 驚險飛躍 這個 看來只是沒滑在奇蹟上 有一點小事 沒有一個小部分就這條 一分四十六秒 新走上一車的一分四六 我們今天有玩到 我們第一次玩的圖 有十一層 然後 我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是不是第一次 不要管 十一層 英龍古堡 然後剛才的奇蹟反昔 代表 如果你現在是黃金段的朋友 那要注意的 你們將有可能會玩到這些星圖 手機大貌全新的嘛 情侶愛心海也要注意 也要注意 所以在挑戰一次 兩分二十七秒九 然後在這個段位裡面 圖還是偏少的 那玩的圖還是比較少 還是算少的 所以你有可能 剛剛那個害我沒有 那個一七絕成的那個 奇米法西啊 可愛的法克啊 同一個啊 被人家看來 帶來 都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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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一次好像死亡 這場我們在出去的過程中有點艱辛 還有卡愛的法克也沒特別強 這是因為情侶法醫師太簡單了 不要怪罪他們一直裝了東西 我還不是出來了 我出不來是你的技術 這個段位容易一直出同樣的圖 因為圖還是相較我們正常的車神隊 還是比較少 車神隊有三星到六星左右都有 比較老的圖喔 龍溫星村啊 十字殺 行李反西啊 都算比較少 星圖我先不講 三星圖 三星圖的話大概差不多就是這些 就是比較少就可以玩 十一層 反正十一層也是 從這個段位到車神段位 都玩得到一段 它好不容易出來了 可是它還是比我好大一隻的 我覺得我的圖不要傳那麼多 這一次不解釋了 因為我看到那個整理圖片會太多 傳過去的時候會太多這樣 不要看 它會覺得太多 不好看 人家HOLD打完了嗎 用心走反射喔 洗血水 我們預計要再到十一場 共三三分鐘 因為有中途有一些可能有輸的場次啊 還有一些沒有在中間在休息的時間 就是去領東西的時間 看東西的時間 都會影響到 所以我們剛剛預估是三點零一分 現在已經延長到三點零七分 一樣的 那這張月光之城到車神段位是玩得到的 這張圖跟寬仙境小隻部落一樣 可以到星曜四都還玩得到 星曜三就玩不到了 一樣 我們對線都是會有很多的小黃鴨 大概會有一兩台的光電遊俠 不意外 有的時候可能會出一些C車啊 或是一些比較罕見的B車 有時候暴風勇士就是比較罕見的B車 就跟那天送超級烈焰 就是到處都是超級烈焰 一樣的概念 今天送小黃鴨 可能因為他們這些新手人 還在黃金的新手人 所以沒有自己的永久車 只能開人家送 放開 哈 是 小黃鴨 挺 門 5、6、7、8 演技成功 演技成功 主持人 這問題就只有一部分 所以我很清楚你是男的 很懂得知足 不能想要 這個想要變這樣 然後又寫那樣子 又承受主要的代價 要放給5、7 所以是這一場是一起學成不了的 不過我們居然一起學成三十次啊 可能是拍氣候的時候一起學成 我們存兩張給大家 一張在外面 一張在裡面 非常不適合新手賽車的一張圖 只能不能新手賽車一張圖 你們看到後面 就發現我越講話越武力了 越小聲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累了 玩這麼多場再加上這個時間 不累才怪 前面不斷位了 不斷位不斷位不斷位 我們沒有要三分之間 不斷位 也不會啊 我只要是 弱力噴保留 可是弱力噴保留 就做不到還有一個雙噴 跟直接 一個速度去 在空間的超越 我拖了出來 CW 不行 CW 不斷位 不斷位 CW 不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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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3分 我們只能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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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我這個一看就是新 還蠻新 還蠻新 蠻新辦的帳號 我們不能4分 我們只能4分 什麼時候 開始演 大概5、6月的時候 大概5、6月的時候 算蠻新的吧 所以那一波好像也不到10集 不過 大概10集左右了 70天 兩個月 反正有點多 比方低到位來說 暫時 也算 普通的速度 甚至是偏難 我們這個站也算 這個站也算了 快兩個月 可以 再開 這 有時候 會講話一下 現在有什麼 再開 一邊 一邊 下去 這樣子 要 身影一下 就是那種 射型的那種 可是 拜託 想說想太多 整體來說是大男生 但有時候就是嚮往女生的這種 可以弱一點的東西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比較弱的女生 然後我自己也想要打比較弱一點 不喜歡強勢 我這個人是軟柿子 也喜歡吃軟柿子 有時候是蠻喜歡被捏的 但是我不喜歡被捏的 都只是一時的刺激而已 我以後告我這人是那個很兇的 請注意我對你們 對你們 絕對是那個什麼 絕對是軟柔的 不能接受很兇的 那很兇的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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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你們也看不到這什麼 因為你的路跡已經超過了一個小時 然後這樣子 因為 從 從 我剛開始錄 看到這邊 我覺得已經很了不起 不用看到完了 到這邊就好了 我們要直接可以切了 沒關係 因為真的累 你們真的辛苦 我看了很多 應該給你們的表演 我看這些土 大概是這些啊 沒有很 沒有很 算嗎 他補金斷位才會開始出事情 所以三號 休息物語喔 一號公務 算嗎 一號公務算嗎 一號公務算嗎 這個我只當了一號公務 一號公務算嗎 一號公務算 就是一直在刷 一直在刷 一直在刷 我有一起絕撐嗎 怎麼會是三 如果是三的話 就代表我有一起絕撐到 對啊 雪地大漫險我不是第一次吧 剛剛我討論到那個 我知道這邊沒有人會看到這邊 看我這邊真的佩服了 你們如果看得到這邊的話 我給你們表揚 這個表揚獎品就是什麼 獎盃就是什麼 一輩子記在我腦海裡 我認真看得遠 才會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要檢視這一塊 這是水裡帶話先解釋 為什麼要檢視這個 不是第一次啦 就是要剛剛認真看 你這個車頭 我頂到你的車頭 做卡器會 效果會減半 這一個車頭是要 卡到一點 腰子再細點而已 大概三米十分 有 這樣轉購 很熱 這樣轉光 也會不會 這樣轉光 這樣轉光 很熱 很熱 怎麼會這樣轉光 很熱 很熱 反正我都會一片駛 我就知道我不得了 這樣轉光 我一定希望你能看到高峰 我會躲進去 靠 真的沒買了 我這個希望你沒有唱歌 因為我以前沒有唱歌 因為我以前沒有唱歌 因為我沒有唱歌 我是到最近 拍競技賽 你們看到的所有 競技賽都是 不知道多久以前的 沒那麼誇張 不知道幾個月前的東西 我最近出的競技賽影片 都是五月打的競技賽 五月欸 那時候拍片風格跟現在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隊友是不太經驗 因為畢竟我出片的時間 這樣是高 所以風格已經 風格變來變去 這個觀眾群 可能沒辦法思議 因為畢竟風格是一點一點轉變的 那這樣子我一下給你們看五月影片 一下給你們看七月影片 這個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英文古寶 目標好友 引獸小米妹 可愛的小米妹 我想要念嗎 裡面呢 說它是一個虛擬 虛擬的一個 虛擬的一個 虛擬的一個東西 他怎麼不會到位啊 他怎麼不會到位啊 好悲 好悲 現在我提到名稱叫影獸 影獸是英語 Y-I-N-S-H-O-E 這可能是帳號就是極速的帳號 YouTube影獸的影獸拼法是一樣的 影獸團隊的時間 片尾就是影獸團隊的時間 原本的片尾就是影獸團隊的時間 然後把那個天獸的時光點 用那個 叫什麼 黑色的背景要再過去 然後在旁邊再加一個影獸 的影獸 我發現我居然看得到那個 居然我在那個片尾看得到那個 好像有一塊黑黑的 特別黑 又一起啊 英倫古堡跟十一層好像 在黃金段位是蠻容易一起絕城 可以給你們看這個 他們不會走右邊 不會他們不會走右邊 死死殺 那這張圖就沒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很簡單這張圖 最難的就是那個氮氣延續點 你到了後面那個下坡 你就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難度了 只是它最後一個快速出來 那個快速出來的失誤率也不大 你只要會快速出來 你既然它就不會再最後一個玩撞起來 哇 真的好累喔 講到都沒力了 那實況主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當有名的實況主更累 我知道 可是我希望就是用影響力 影響力去改變社會 讓社會更難 像館長一樣的影響力 像館長一樣的影響力 它指出了現在的社會 有哪一些問題 它靠小一顆 忘了小一顆 剛剛那邊還靠 我這邊要演的 我這邊有一個操車的感覺 操車的鞋 有感覺操車的鞋 那只要在最後沒有使用快速出來 我還是有機會操 因為它用快速出來 我用的快速出來 我就有一個操子 而它沒有 它用快速出來 就這樣我們輸它 不好意思 輸就輸 剛好我們在H一起絕塵 我看我們現在幾分 四三 還要再玩五場 差不多三點零七左右 我們可以BAN圖了 我們為了公平 公平 我決定我們不BAN圖 這樣才能讓你們準確知道 這個段位會出什麼圖 那你當平均段位 已經到了佛金 就可以BAN圖 平均段位 到了星耀 就會出隨機圖 入項角 第八個 就是隨機圖 平均段位 所以不是你現在在黃金 就一定BAN不到土 不是你現在在柏金 就一定BAN得到土 記住是平均段位 平均 六個人的平均 它說要平均段位 這種也是的 都懂為什麼 我說你要爬 爬星耀 你要個柏金 他都會給中間段位 傳輸也是的意思 經典禁技 你一個C牌 要一個A牌 你的隊友就上個B牌 我上 我就用實測的過程 這種配對系統 如果是一個 懸殊的段位相差 那他就會給中間 其他隊友都會給中間段位 那這個不是隊友 是最爽 他管他就對了 管他就對了 因為這平均段位 已經來到了國金了 所以這張圖你們可能 沒辦法一起結束 好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我要照顧一下 我的流量 我覺得流量可能已經超過100枚 盡量 想要盡量看不到1100枚 但是真的很難 好 本片當中第一個看 前面是罵靠 靠北啊 我沒有罵他 剛剛是第一個 這個字也 如果沒有講過 這一個字就不要 不要講 控制你們 不要開始 開始罵他 沒有罵他就不要罵 我已經過下過罵了 我也是 到了國中才罵 現在 真的沒什麼力了 對 不只 身體累了 心有累 哪裡累 玩那麼多幾次都可以 因為我們已經是11了 所以我們就 平均段位就 滿高的機率 就一定的機率可以 平均直播進 我差點 昏到以為 現在還在 我這 黃金了 超多 狂感 辛苦了 看到這裡 我相信 可能 平均觀看可能才 不到一分鐘 我幹嘛 我幹嘛卡氣 我有動嗎 我有動嗎 是心有在說 我用個常規跑法 之前我也有批挺過常規跑法 現在是你們看 進集賽影片的話 之後就可以看到 沒錄 我要講說一定會看得到 不是 之後會看到 因為我是在未來 還沒出 已經錄好了 在那個影片裡面才講到 常規跑法 為什麼 常規跑法 當然常規跑法 基本上算是 一定是快的 不然不然的話 大家都要用的好 那就是失去了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Defense 片名 還要給片名啊 在幹嘛的字文字 是A片 還要給片名 片名喔 我忘記了 詳細是哪一片我不確定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是星耀2 我星耀1 的競技賽 我有批評過常規跑法 就是最近的一片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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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場 我BAN到了 不好意思 我BAN到了 那你們也看清楚了吧 我 常風車島跟我們戀愛吧 都是 新手圖啊 青銅的玩得到 對不起 我BAN到影響的 拍片的工作 更能夠的錢 常風車島 我之後也會出 賽道講解 因為我的片有點多 那其他片可能不太方便演 所以我都會去演那種 賽道講解 晉級賽 看 速度太慢 我講你看喔 我真的講你看 那個速度太慢 那個土丘完全飛不起來 做不到蛋清 這邊要卡兩時期 一般卡一次就夠了 唉唷 我就上 上什麼 上什麼 上咬 對 我就拉到 小愛你 呵呵 喂 小愛你 撲飄了沒有延續到 對 就是熱炸我才可以 又吃到RV 那我要是RV 五秋 你飛起來 最長應該就是 已經要滿期了 剛剛沒有 又光臨有俠 一樣的漂亮 可以幾K嗎 用這台 新手的短車是不行的 然後那個M大車很高 然後最喜歡這台車 你那麼喜歡 你就在比賽拍這台 卡氣 卡讓你崩潰 速度 他讓你抓狂 他只是不 他現在亂回來 有腦人 聽得出來 他會亂回來 他就是不想要洩漏 公演比賽的一些 資訊 不過他先講說 他 喜歡 例如說 喜歡西湖 他喜歡的測試 榮浪之光 大家都可以先做好準備 我以前要去玩劇情 去玩小浩的劇情 我現在不玩 不想玩 浪費時間 連這個帳都懶了 很明顯 這張是沒有那個Band圖 又是寡安先進 寡安先進 跟龍門新生是新手版車的烈士圖 因為他有飛躍點 或是氮氣延續點 這對新手版車是非常烈士的 好累喔 我現在還要去剪片 我現在還要去剪片 因為我3點 剪片石影獸 就會下線了 靠 不要頂我 好 這張圖列的事件 就在於 除了氮氣延續 跟飛躍點 之外 其他都是很簡單 我偏偏這兩個 是新手賽車做不到的 這是新手賽車所困難 不用撞牆反彈 不用撞牆反彈 沒有正常的 側身 也許 應該用WC打B 很明顯 當然就不聽 應該用C打B 我覺得好像有人格分裂有沒有 教練影獸 然後正在玩的影獸 拍片影獸 剪片師影獸 哇多久了這份 還有女生的影獸 一堆影獸 唱歌的影獸 變態的影獸 很難看 對 結果這個實物很致命啊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那我來為你們獻幾首曲子吧 很有龍城燈台了欸 冰雪漆的島城市網咖 哇你看你們又多了三張圖 小書不入 上一次就看得到了 上一次就有看到 多了幾張圖 沒有玩過啊 你們要聽什麼歌 我幹嘛問你們你們是看影片 今天不是看直播 而且我只會沒有看 我好輕鬆喔 登登登登 我唱你 最勢必給你們 落葉對決了好幾次 而我才不清算 沒聽見 前世睡在沒散風 有絲連身間也不思 我只能讓我活在拍 一生就住了 又是個風車 全面的眼睛 我也看不出眼睛 我迷你真心 把血添入温泉 剪较平衡的温泉 伤眼的不是白眼 剪较平衡的温泉 伤眼的不是白眼 我迷你真心 把血添入温泉 我迷你真心 把血添入温泉 清晰的笑 把笑起 剪较平衡 把你的眼睛 把血添入温泉 我迷你真心 把血添入温泉 我迷你真心 把血添入温泉 怎麼會有我 我也想過的人 我什麼事 怎麼都不覺得 從小的都不知道 怎麼辦 怎麼辦 我還有晚餐 還有晚餐 怎麼可能第一名 可是我真的第一名 怎麼辦 我好強啊 感謝你們聆聽我的即興創作 辛苦你們了 看了一個多小時的這個企劃 我自己也覺得不簡單 玩得好爛 我真的不強 我支持比較好時間 如果你們願意花時間 相信你們也可以玩到像我這樣的事 祝你們喔 掰掰 對 忘了跟你們講 要多支持營獸 掰掰